是的 没有错 我们台湾有一位非常厉害的投手 他叫做潘威伦 潘威伦选手即将要在这个星期 要结束了他的球员生涯 所以说呢 在今天 是我们潘威伦选手 以选手的身份最后一次来到天母球场 那么当然我们卫拳龙队这边 也是有送出了礼物 要来给潘威伦选手 那么我们卫拳龙队所派出的代表呢 就是跟着潘威伦选手 从2001年到2015年 一同征战的国际赛战友 火哥张建民教练 那么现在就借用全场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潘威伦选手张建民教练 掌声欢迎 那也看着我们潘威伦选手 也已经来到了场中 而我们张建民教练 也已经拿着礼物 要来致赠给潘威伦选手 再一次给我们潘威伦选手 以张建民教练掌声鼓励 好的 老板主要有请嘟嘟有请火哥 好 我们可以稍微往右边 来 我们稍微可以往右边移动一点点 来看向前方的镜头 好 前方的媒体同仁 是的 那么我们渭泉龙队 在这一次所送出的礼物呢 是史努比的茶壶 因为潘威伦选手很喜欢泡茶 那也希望在未来闲暇之余 潘威伦选手可以好好地享受 泡茶的乐趣 好的 再一次谢谢嘟嘟 谢谢火哥 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统一师队 统一师队的选手们 也都已经来到场边 列队要来祝福潘威伦选手 还有我们渭泉龙队的选手们 也都陆续地来到了场边 再一次给我们潘威伦选手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 那当然现在我们潘威伦选手也是逐一的 先从三壘色的渭泉龙队的这个休息室这边 来逐一的给我们年轻的选手们 来送上祝福 是对手亦是好朋友 当然更是值得大家敬重的榜样 那我相信在潘威伦选手结束了球员生涯之后 在未来持续的不论是对台湾的棒球 甚至是亚洲的棒球 甚至是全世界的棒球 都会持续带来贡献 谢谢潘威伦选手带给台湾棒球这么多的精彩与感动 再次给我们潘威伦选手一个掌声鼓励 谢谢